制作生意出現問題 這是知名的連鎖港式餐廳客滿樓 他因為之前推出這個美盤點心 只要45元很便宜 吸引好多人過去 但是現在經傳惡性倒閉 負責人欠下一屁股的債 然後就銷聲匿跡人間蒸發了 200多位的員工還有合作廠商房東 通通都是債主 拿著帳單到這個地方來討 總公司去看到大門聲索 現黃燒賣好了 現黃燒賣還有各式港式點心 全部45元 知名港式餐廳客滿樓 全台15家分店 當初低價打開市場 如今經傳惡性倒閉 怎麼敲都沒回應 總公司大門聲索 合作廠商敢來關心 土地銀行也是債主 打從民國99年 客滿樓借款150萬 97萬本金還沒還清 連銀行都逃不到錢 廠商只能把自家產品 先搬回來 這是我們自己的東西 不是我不是搬人家的東西 是我們自己的東西 給他10天時間20天時間 我來都沒有兌現 都騙人了 他欠多少 別的廠商比較多 我大概100左右 農曆年後就不加了 都開始跳票了 老闆欠了一屁股債 客滿樓網站還在招兵買碼 徵求加盟主 背後餐飲集團 德利福食品 旗下餐廳 涵蓋歐式燒烤以及養食屋 網路上大舉真財 寄出福利獎金 事實是超過200名員工 沒有薪水可領 結果我電費5、6萬 水費6萬多 沒到算你了 對啊 我現在是要講不講 就連房東也是受害人 急得狂打電話 但負責人連續兩個星期 銷神匿跡 如今全台客滿樓 只剩兩家加盟店 照常營業 廠商和員工希望勞工局出面 替他們討回公道 中天新聞和觀眾朋友 難道 都沒有 這些人 在那邊 來到 我剛剛想說 你想說 感谢观看